大鞘湾历史文化园区内的溜滑梯 四周围起了护栏 禁止民众使用 但明明完工不到一年 却又暂时封闭 去年10月份有小朋友受伤 所以导致说把他围起来封闭要做整修 那因为陆陆续续有太多民众来说 来这里观光喝咖啡走走 都没有溜滑梯可以做使用 原来卫福部在110年颁布了 儿童游戏场设施安全管理规范 三万园区内的溜滑梯没有通过检查 都发处政委托厂商进行改善 市议员蓝敏黄关心溜滑梯 何时能够开放 邀请了都发处人员到场会刊 下面这个周边做一些软店 然后一些尖锐尖角部分 再予以重新试错 因为在去年开始封闭 主要是因为他没在验售的时候 就没有符合卫物部所颁发的 儿童游戏场的相关的管理规范 所以我们去年十月份就把它封闭 那加上里长反应 有多次小朋友在这边溜滑梯受伤 那我们希望都发处尽快的 依相关的办法来进行改善 那原则上都发处的说明 他们已经同意在今年的三月来发包施工 那预计五月份就可以完成验售 可以重新来开放使用 因为去年的检测没有符合规定 所以我们赶快跟文化局争取了一个金贝 然后我们预计三月份开始动工 然后五月份完工之后 赶快再送到检验机构赶快去复验 那合格之后就赶快开放让民众使用 而园区一旁设置了两座垃圾桶 因为常遭民众乱丢家用垃圾 加上摆放位置容易让孩子受伤 来民华也要求设置地点要重新评估 所以这边小朋友都会在树下跑来跑去 而且这个设计的顶角太多了 小孩子不小心就撞到了 很危险 希望大沙文园区这边垃圾桶 因为这里是属于小朋友的游乐园区 那希望说垃圾桶因为安全性的问题 临临角角的 小朋友在这里奔跑的话 很容易受伤 所以希望说可以把它迁移的部分会比较好 同样在园区内的大沙湾实围移构 去年发生活动厂商 在移构上盯上活动指标 遭到市府开罚20万 由于移植检缩牌不够明显 加上安全设施太简陋 市议员蓝敏黄要求文化局要尽速改善 外施构这里的话 因为告示牌的部分太小 以前有民众跟我反映说 来这里观光来看 那那个指示牌这么小 老会看不清楚 所以希望文化局这边可以把它做一个改善 可以加高也以防安全性 不要让民众误触这个 以前的那个实围移构 然后跟指示牌 告示牌加高 让民众可以方便的来看 实围移构啊 因为之前有发生民众误触 那我们未来的做法 那保护这个历史建筑估计啊 那我们会把 民众周边的警示的设备 主格设备把它加高加宽 另外再侦涉我们的警示团队 那让大家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能够清楚地看不起 沙湾历史文化园区腹地大 假日吸引不少观光客来玩 市议员蓝敏黄要求市府重视游戏场安全之外 也要做好历史遗迹保存和维护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